这两天我总能闻到那个臭水沟 一米的那个味道 昨天我在后面闻到 然后今天在这个林牌室闻到 刚才在我睡觉的房间闻到 但是我应该来说 我这边是没有那个一米 那套东西 所以我觉得有点奇怪 我看到那个飞里在转了 飞里在转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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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那个水下 再让下转 就像那个挖球机一样 就把水下 再拼拼挖 然后那个飞里又往上拉 又往上拉 把那个长江的一米拉上来了 把那个长江的一米拉上来了 然后 把地下一个地方要贯通了 地下一个贯通了 地下一个地方贯通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以前的林牌就发现 你们看一下以前的林牌案例 那个龙在三峡大巴的上游 在底下开通了一个通道 连到葛州巴的下游 也就是下面 下面底下开通了一条通道 但是一直没打开 一直没打开 不过前几个星期才凉三星期 人们还问过 说这个盖子什么时候打开 我说我不知道呀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打开 应该要让危险的时候打开 现在我就看那个廢 верс在转转转转 转转转转转转 一直转下去一直转下去 就把那个印表掉 然后再拉上来拉上来拉上来上来 一下子把下面的龙脉打开了 一下子把下面的盖子打开了 以后就从三峡大坡的前方通过下面 然后流到隔队坡的下旁 也就是说,另外开了通道 减轻长江三峡的压力 到底是现在还是未来呢 应该就这段时间 好,就这样,再见